什么温度容易得 什么环境 我问问你 你一年四季得不得感冒 得不得 得 那我再问问你 你还分个家 还个公司吗 个哪儿不也得吗 我跟大家说 植物的一个病荣块 主要还是源于自身的一个免疫力 你没事的时候多锻炼 你像咱们养的花 你不论是咱们养什么花 首先 我跟大家说 第一点 你先拿捏住一个光照的问题 光照是给植物光合作用 提供化学能的 是帮助它合成叶利素 乱七八糟这些事的 你光照好 浇水在一块 一直跟大家说 干湿循环 你就得到一个适当的锻炼嘛 就像人一样 是吧 饿了吃 饿了吃 渴了喝 渴了喝 植物也是一个道理 你这样 它是一个循环来的 植物略干一点的时候爱长根 略湿一点的时候爱长苗 干湿循环 它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到 你用土 你只要没有杂菌 没有虫卵 里边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再加上排水吐气 它根系长壮了 光照又似渴了 它不自然而然就壮了吗 最后你再给它一个良好的通风 合适的温度 再适当地给点肥料 这笼统的一说 你看总结五个字 不就光水吐气肥吗 你只要植物抵抗力强了 对吧 你来点虫子 它又能长出来新叶子 你来点病害 它自己能扛过去 这不就很完美吗 所以说 希望 屏幕前的各位臭宝 现在天冷了 没事多锻炼锻炼身体 好吧 我先来看一遍 让我看一遍 别了 嗨 嗨